一棟棟组合屋突然出现空地上 但这里明明就是农地 而这些伪装建筑全都是地主最近放上去的 我们不希望说有这样子的情形 类似像这种墙盖围建 或者是在农地上面种这些房子的状况 产生到最后变成全民买单 原来桃源航空城计划 预计在今年的8月 办理地商务补偿的茶壶作业 结果附近农地上最近突然出现 大量的组合屋 铁皮屋 当地民众戏称 这些地主为了领取拆迁补偿费 抢着在田里种房子 我们农业局也有派人到现在去看 那我们地址局也有派人到现在去看 看看这原本空荡荡农地 现在冒出大片房屋 民众投疲桃源市府重容地主重屋 而且这些房子领完拆迁补偿后 还可以直接调走再赚一笔 根本就是在抢钱 而费用则由纳税人负责买单 那应该涉事为违法使用土地管制 那这个我们会依照相关规定 还请民众来涉事为监 夸张情形让当地民众直呼 难不成这就是所谓的桃源奇迹 台湾价值 尽管市府说有派人调查 但看看这越来越多的违建铁皮组合屋 根本就没有任何一栋被拆除 民众质疑官商勾结 放任民众抢盖违建 最后恐怕一发不可收拾 记者林中正桃源报道